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身在澳洲的許子豐,我也是叫你議員, 技術上應該是一個香港的議員,其實技術上應該不是的,不過沒所謂,怎麼叫都是一句 其實我們上次看到,都是仿余駕世一樣,現在是說兩年前左右,印象中,那時候還在未完善的立法會選舉之前 是啊,很久了,真的很久沒見了 其實感覺上,在網上都經常見到你近況,但是很多朋友都很關心那個,首先人身安全,還有所有的 所以我們更新一個時序,在這個案發通過之後,2020年之後應該是年底,就來到香港 那接著你應該是第一站去了丹麥,接著就去了英國,現在就去了澳洲,相當飄迫 不如說回那時候你的心情,你有沒有想過離開香港之後就永遠,在短期內應該不能回去 那時候你有沒有這個預算? 其實有的,離開了香港,決定不回去那一刻,就知道如果那時候不回去,應該一段長時間都不能回去 甚至可能在我這輩子都沒有機會,都不期了,但是我個人就沒有這麼悲觀 我覺得從政的人就很理解,政治一天都嚴長的,可能政治形勢改變,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的時候 那這個政權不會千秋萬世元,那天就有機會回到香港,光復之後就回去 所以我始至終都以這個為目標,希望在我這輩子裡見得到,做得到,回家這件事 第一次你打算要離開香港的念頭是什麼時候,因為我記得在九年的時候,我想很多現在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當時都沒有想過離開,也覺得就算有一些控告,以前就有法治,你有沒有覺得這樣處理它 但你第一次打算真的要離開高度火箭是什麼時候 很難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在政治形勢變得很差之後,我想 甚至是反送中之前,其實我家人一直都很想我離開,但是當時我都很堅決,其實我沒有想過離開 當時可能17、18年,我自己又在做立法會議員,為什麼要離開呢?我覺得還有空間可以做的 就算去到反送中開始了之後,我都不覺得我會離開,我一直都是很堅決的 我是斷言拒絕了家人,我不走的,但是就反送中開始,我想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見到 崩壞的程度是我們不能想像的,也都覺得我們以前覺得理所當然那個狀態 就是我們可以自由發聲,我們都叫有半民主的選舉,就算我們拿不到多些東西 拿不到真普選,但是都不會比現在差,很多香港人都這樣想,我曾經都有這樣想 我想其中一個導火線令,我真的認真想一下,是不是要走的 就是國安法通過之後,不是因為國安法的罪名是對我真相,而是它整體的策略不同了 就是它對於檢控,追捕,張義傑人士,要他們坐牢,那個信息強了很多 可能我一直都在比較前線,所以我就早些收到這些罪名 所以我記得我離開香港之前的三個月,連續三個月都被上門拘捕 那由第一個單拘捕開始,它是一些提醒來的,我覺得 它拘捕我一個罪名,我想都想不到,我簡直理解不到哪個罪名 它說在街頭的一個日子,然後你做什麼什麼,又在別人的手機裏除了一張照片 這些罪名,其實我想都沒有想過它會報,其實它說的是在一次反送中的遊行裏面 然後有一個懷疑是警員,然後被示威者圍堵 然後我去調解的案件,去調停,那件事根本甚至沒有警員參與,也沒有衝突 但是它竟然找到一件無厘的事,就去告 那我就明白它的玩法,現在是玩拼生豬肉 它不用你參與那些什麼,它可以憑空作一些罪名安給你 那由那一刻開始,我有做一些準備,但我沒有決心一定要走 我之後用一個比喻就是,你買定一張門券,買定一張票 但你不一定進去看電影,但你先買一張票 我想大概是那時候開始,我就有認真想過,也做了一些準備 所以就這樣離開了,我想大概是2019年,2020年的年中開始有這個想法 在2020年,即是有了國安法之後,你覺得剛才所說的趨勢 是真的因為國安法才開始,還是之前都已經醞釀著 其實你很多條,總共你現在有多少條,即是叫做控罪在身上 我走的時候就有9條,接著最近多了4條,那個廟市法庭 那就13,再加上最新的兩項,說頭白票煽動,那就應該15,16吧 我也沒有數得很清楚,十幾條罪名在身 即是你覺得在國安法之前,其實它告你那個方式和尺度 還有之後是不是有很顯著的不同,還是其實都是有些總結的事 我覺得是顯著不同的,以往告的那些都真的可能在議會裡面有些幹爭 真是有肢體衝突,或者真是在街頭發生了一個集會 然後它說你未應批准等等,都是有些事情發生了,然後它找一些藉口來告你 那我覺得在國安法之後,它的策略就是,有些事情根本沒有發生過 它三安八做一些事情出來告你,那你都看到,以往我也有多少少信心 就是,法庭還可以講一下道理的,是的,總共我有些事情沒有做過 就真的在法庭裏面還到我清白的,早幾年,國安法之前 或者在反送中之前,都覺得有少少想像,或者有少少信心 但是國安法之後,連法庭也動了,接著看到所謂指定法官那些行徑,那些嘴唸,連陪審存都沒有 那些時候,我就發現整個司法系統都不可信,整個公共系統是崩潰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要保障自己,要想些方式來,是的 嗯,你覺得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如果你在香港的話,你面對的後果會怎樣 如果我在香港當然要坐牢,因為47人案裡面,那我也是初選裡面其中一個參選者 那必然會坐牢,那還要是,不只是說坐國安的牢,那其實在我的身份裡面 有做法會,然後又在線線有參與,其實我自己估計可能會堆積起來的案件或者罪名 會是一個失去自由很長的時間來的,那當然這個是對家庭很沉重的打擊 那我覺得也都是,其實離開香港之前,我都跟那時候一輩子的立法會的同事 或者剛剛退下來的同事,辭職的同事,有討論過,其實 如果我們全部一起進去,沒有人在外面說話,其實對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就是很困難的處境,連一個可以說話的途徑都沒有,所以我覺得一半是為了家 一半都是為了為了香港第六百姓,所以才是最後一步離開的決定 在離開了香港之後,我想我們見過很多離開了香港的朋友,都想做些事 但都有很多擔心,那個擔心除了會不會自己需要回香港之外,包括了資產,家人等等 所以你離開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想了這些事情,一招一個 我資產怎樣處置,然後家人可以離開到,那你才可以這樣挖出去 那時候你對整個那些叫做家裡,或者叫做孕子,這些問題是你怎樣去思考的 其實,因為我都跟你說,最後有認真想過是不是離開,還是說最後幾個月 最後決定離開,可能真的是最後一兩個星期 其實很多事情準備不及的,對我來說,我都是有點幸運 所以大家還記得,當時我離開了第一天,匯豐銀行就凍結了我全家人的資產 其實當時真的,如果我個人,大家都想像到,我們其實都沒有什麼秘密的了 做民主派議員,這些資產盡量都不會是自己持有的,因為都遇到政權會動的 但是都沒有想過,成家人的資產權都可以這樣做 這個真的超乎我們想像,因為譬如我家人是從來沒有參與政治 也都沒有參與任何公共事務,沒有任何公共角色 但是都可以說凍結就凍結,超乎了我們的想像,或者超乎了我們的準備 當初都真的有徬徨的時候,尤其是父母,老人家,做了一輩子的積蓄 原來因為一星這麼美,就可以沒有太,但是我有一些幸運 就是,他自己可能政權自己都有一些準備不足 在很多的輿論壓力底下,他在匯豐都曾經短暫解封過我們戶口 我們在一個很短暫解封的窗口裡面,好像生死時速那樣 可以讓他搬走大部分的錢,才可以繼續維持到生計 那這些的準備其實做,我現在回想起來做得太少了 原來對著中共,你覺得預料他去抄家,朱九族這些才是常態 那我也呼籲所有,如果有準備高調公開發聲抗爭的人 真的要有最差的準備,所有的資產,所有的人和事 都可以讓中共拿你做人子 那件匯豐之後有沒有一個解釋呢?因為牽涉到家人 總有一個說法,他們那個說法是怎樣?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說法,從來都沒有正式交代過一句 在英國很多國會議員迫他看下,把他送到國會 那他都沒有說個別的,他只是說了一句 總之我在香港就是守香港的法律 那收到警方的要求,他就做 從頭到尾都是說這句 那所以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任何解釋 是很荒誕的事情 即是說他起碼是承認了這個是按香港警方的要求 去凍結你父母的資產? 他甚至都沒有說,他說總之凍結資產這件事 是按警方要求的,他沒有說家人 他不敢看的 那反過來,香港的警方也沒有去解釋 為什麼要連鎖到家人?因為根據國安法 好像沒有看到這樣的權力 他的說法是很含糊的 他沒有正式地說用國安法來去動家人 但是他就用洗黑錢的罪名 他就說我透過家人的戶口洗黑錢 然後去處理眾籌的錢 其實很荒謬的,當然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猜到他的套路就是 你爸媽媽,正常兒子都會有些金錢來往 給家用也要的 事實上每個月都有給家用的 如果他當那些錢都是你洗黑錢 然後你和父母有些金錢來往 所以就凍結你了 我猜他的套路是這樣 但是他的公開說法就是透過家人的戶口 然後協助你處理眾籌的黑錢 所以如果是用這樣的方法 難免香港人開了,譬如讀書的學生 現在你看到他們的集會都是要在海外 就是會擔心被人選出 但是這種恐懼,其實也很難令到很多事情公開化 你覺得有沒有方式可以恰復? 其實很難的,我來到海外面對著海外的香港人 因為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可能的小孩都回不去香港 他們每次想起要回香港的時候 就要知道現在要行動 現在不可以開名,不可以開樣子 所以每次遊行集會 你說得對,他們都要蒙著臉 認不出樣子 穿大褲,身形都認不出 然後每次,就算搞一些香港人文化協會都好 他們不是搞政治的 但是當,都是一種香港人身份的動員來的 都會被當地領事館去mark 了 去留意著他們的身份 每次回香港,或者他想起香港的家人都是一種恐懼 這個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去解決 那我真是唯有力明做 那有些事情真的是力明可以做的 那我也有些朋友是 就是,鐵了心都不回香港 就由他們做 名義上就是他們做了所有的事情 但是背後就大家一起做 因為我連現很多其他國家 離開了去到各地的人 就是有些是不是他們沒有那麼大包袱 還是他們那個國家沒有中國那麼強大 或者去到那麼盡呢 就算去到那些什麼流亡委內瑞 就是他們公開集會 都不會那麼多人全部要匿名 所以你覺得是否代表著中國這個 或者中共政權的手法 是比其他相似的團體政權更加重的 我覺得是 不過可能你更清楚 可能你有知識範疇 但是我自己的觀察都是 因為中共要散播在所有香港人或者中國人 心裏面散播那種恐懼 是去到很遠 所以大家都很記得他那句雖遠必豬 也是用恐懼來控制甚至海外的行為和思想 那這個都是我自己理解的 是中共很傳統的 就是他們的統戰的一種傳統的策略 那是要對抗的 所以我經常用一個比喻 我早前 早年 經常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裡面 有一些交流 跟爭取民主政黨的交流 我經常跟新加坡比較 我們香港如果 我們繼續抱著這種恐懼 就慢慢變成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民真的很害怕警察 真的很害怕政府 甚至一個一人一票的選票裡面 他堅信政府會認得我的票 他會找我麻煩的 所以最後世世代代都變成信任 我們香港真的不能變成這樣 所以先回到剛才說 譬如一些合法的事情 我們要夠膽去講 夠膽去做 譬如香港民營的計劃 就是連一個普通的科學民調 如果我們都不夠膽做的話 香港會淪陷得很快 我很敬佩還有一些人在香港堅持著 做一些合法裡面的空間的抗爭 剛才你提到很多 即是你接觸到香港人在科學 他現在可能都 其實有心想做些事情的 但也可能因為要回香港 其實這種這樣的憂慮 有沒有可能 除了說Nikman 小心點做的話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方式去探討 我剛才說回其他國家的例子 即是叫法不集中 即是如果你很多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他能夠怎樣 即是某些 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人 有時候會這樣想 即是他覺得成本 可能相對低一點 即反正他沒有什麼資產 那生活又不是特別好 會不會是 即香港人因為大家都有些錢 亦都是那個社交性格 比較在意 所以那個包袱更加大 而政權看進這一點 就更加肆無忌膽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的 你所觀察 我同意 即是我們出來之後 就更加要聯同 跟世界上一起 受中共打壓的人一起去做 我們有時候都看著 為什麼 譬如緬甸這樣 那些人可以成立民軍 為什麼他們這些藝人 可以出去 即是高調支持抗爭者 因為就算你支持政府 都賺到多少錢 因為他本身也沒有多少錢 給你炒價 或者他們都沒有機會去到海外 或者在海外都沒有機會去生活 即是沒有這樣的資產 那所以他們就可以豁出去 去做武力抗爭 建立民軍 那香港人真的做不到這一點 那我不會怪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是 本身是中產專業的 然後比較多的 然後有資產的 那難道叫他們放棄一切嗎 那難道叫他們為背棄家庭 什麼都不做 那所以 只可以在有限的空間裡面 剛才我很強調是用 做合法的抗爭 就是 當然合法的抗爭也有風險 但是 那種風險 我覺得 要 要有水 即是如果你看到 有些真的會拘捕的 那你都真的沒有理由硬著皮頭去做 我們做初選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做 一路 中聯辦 政府官員都有說 初選有可能犯國安法 其實大家都聽到的 大家都是明白 但是我做初選 這麼多年來都做過 做緊的事情 如果你這次要抓的 我都沒有辦法的 過到良心 就要去做的了 所以我評斷就是要 在合法可以做的空間裡面 力所能合的事情裡面 我們就不要害怕他做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的策略改變 那你都要 去避避 比如我們離開了香港 都是一種的 避避正面的衝突 避正面的風險 那時候在你離開之後 香港政府就開始 再加其他的罪名 現在最新這一宗就是 撿白票就要